再来看就是儿子犯罪 妈妈也有罪 美国贝西根州的一位高中生 2021年在校园开枪 造成四死欺伤 陪审团在当地时间6号裁定 说这名高中生的妈妈 也是要有罪的 美国这一名现年 17岁的少年克鲁布里 在三年前犯下校园枪击案 夺走四条宝贵的生命 他被判无期徒刑 而妈妈也被拘捕起诉 陪审团认定 少年的爸爸在案发前几天 买给儿子枪来当作耶诞礼物 而隔天妈妈就带着儿子去射击场 妈妈还漠视校方的警告 没有带儿子回家接受心理治疗 导致悲剧发生 因此必须负连带责任 妈妈就面临到四项过失杀人罪 最终恐怕面临六十年的有期徒刑 这也是全美国第一起 小孩犯下杀人罪 而被追究责任的家长 少年的爸爸也被起诉 将在三月的时候受审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